我開過Youtube頻道 然後我就邀請你去靈壇 你不要剪掉這段 我們又招了一個手指 那麼這麼久沒有合體 是不是會有不和呢 觀眾問 有 我跟霍哥、豪迪都不和 那就跟我們一樣 我們全世界都不和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家中 繼續我們R.Y.P 首先歡迎今天的女嘉賓Aka 非常榮幸 我又可以上家中的節目 覺得非常開心 說這些 其實Aka 以我所知 已經是第三次跟我拍攝 嚴格來說 因為第一次我們拍完 又吃東西很開心 之後那些片段就沒有了 哎呀 第二次將一個香港回來 這是第三次 今天我們繼續照舊 跟觀眾收集了一些問題 問Aka 但這次Aka的問題很尖銳 你還可以嗎 尖銳也不怕 我多怕沒有人問 沒有什麼興趣 不會啊 很多人問 選都選了很久 號碼過來 第一個很簡單 電話號碼多少號 微辣的電話號碼多少號 我要加入微辣 所以你們就打給微辣 打給阿晶 打給阿晶就會找到你 對 那我就要講阿晶的電話號碼 對 講阿晶的電話號碼 嘩 不行 真厲害 Aka沒看到一段時間 轉數 通常轉完那一刻 快了之後就會很慢 所以沒有了 那我再問一次 電話號碼多少號 哈哈哈哈 開玩笑 好 我們繼續下一個 觀眾的問題 接下來會不會 試試拍電視或電影 應該會的 電視就暫時沒有這個機會 我自己都很想 電影就有一些角色叫我去 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他們就不再看看 什麼時候可以開拍 但應該都不可以 透露一些什麼 就暗時不行 我答應你 如果我知道 我第一時間 大家怎麼告訴你 好 沒問題 阿卡的粉絲可以期待一下 其實如果真的開關 不知道大家之前 有沒有收到封 其實阿卡好像是答應了我們 是會過來微辣大牌 哈哈 是啊 你知不知道我很想來 但是現在我們過來 我們的犧牲是要28天的隔離 是啊 但是我想問一下 為什麼會有這個衝動 會想玩這個大牌檔呢 我經理人叫的 為什麼 經理人 我也沒有想看你真性情的樣子是怎樣 就是你喝醉了之後會怎樣 這麼不同 因為我記得上次跟你去拍片吃東西 好像你喝酒都好像不太避 不是嗎 他說我現在要開始要成熟了 那我又不放心 就覺得要交給你們就很放心 我們也是一個比較有安全感的男人 對嗎 很大轉變 我記得那時候是梅酒都不可以喝的 現在竟然 我記得嗎 我當然記得 我們繼續下一個問題 上次看到你的IG 是否被狗咬到嘴巴 是啊 現在是不是OK 好起來了 現在你看到這裏 其實是咬到那個位置 那邊那邊就有一點點 就是化妝就不太覺得 因為我自己也試過弄到這裡 不知道是連了三針還是兩針 那時候 為什麼呢 那時候是 我經理人說你咬到女生 什麼 不是咬到女生 不要騙我 那時候翌日有個魔術的比賽還是表演 那我就做司儀的 那前一晚就很多人很勤力在那間魔術店裡練習 那我就沒什麼事做 我就游手好下去看他們練習 然後玩一些道具 然後就不時地摁到一塊東西 然後就飛了一屋鐵出來 一飛出來就打到嘴巴那裡 Oh My God 然後開始老子在隔壁 他開始狂笑見到我這樣 他就說 哈哈哈哈 他就 哈哈哈哈 他就說 他就說 怎麼了 他就說 你流血了 然後就立刻去了醫院 連針 那時候有沒有連針 有什麼時候我想問 我連了九針 因為它撕開了 這個嘴唇是不對的 它是硬要把它拼在一起才黏 所以其實我也挺大 但是也好得很快 算不算 醫生也說 他說可能我好得快 是因為我有做運動的 所以就要做運動 你答應過我跟我做運動 是啊 我今天也看了 我們還拗手指尾 然後沒辦法 封了關 那這個觀眾呢 他就想問 其實想問你 其實Figga咬完之後 會不會有陰影 其實也有 現在怕了大狗 因為咬的那隻其實是大狗 其實我就是去了一個狗場做義工 然後就見過那隻狗 其實他認得我的 然後就走過來 摸了幾秒都沒事 突然間 這樣 這樣 那這一下就真的避不開 是嗎 有時候摸那些 牠們會走的 不過我不是摸狗 我摸一些女生 哈哈哈哈 很可愛 嘩 笑 笑 好 下一個問題 開始尖銳了 好啊 好啊 拍過多少次拖 還有現在 有沒有男朋友 四 五次 現在沒有男朋友 OK 那有沒有對象之類的 有些你覺得挺好的男生之類的 除了我之外 哈哈 哈哈 我很想說你 沒有啊 真的 現在 如果你有你就介紹給我 OK 那好吧 我到時打點給你 下一個問題就是 有沒有被人飛過 有 很多年前 都以前 很多年 為甚麼呢 牠為甚麼會這麼看不開 飛過你呢 牠覺得我們大家很難 即是 牠性格不適合 然後就 沒有了 明白 下一個問題就是 當初為甚麼會加入Supergirl 當初其實是 我呢 就是在教跳舞 然後公司就跟我說 有一個類似比賽 然後就進一間內地的電視台 打算是做一些主播之類的東西 但是要一首歌 然後我們五個就說 那我們做一首歌吧 然後呢 剛好 我們在一間餐廳那裡 吃吃東西 就碰到 舊唱片公司的老闆 他就說 不如我去唱片公司吧 然後就出了動 所以 你和你本身 想做的東西有些不同的 是當時的 其實我也是想做歌手的 但他說 我的主題是拍攝兼職的 他想要做拍攝兼職 明白 好像很久都沒有見你合體 很多觀眾都很關心 甚麼時候會再合體呢 你們 暫時我還未會的 因為我們每個都有自己的發展 那我自己也希望可能去到十周年的時候 會不會有一個concert 大家可以一起跳舞唱歌 重拾以前的感覺 明白 那麼這麼久沒有合體 是不是會有不和呢 你啦 觀眾問 觀眾問的 有 我和霍哥 蠔蝶都不和的 那跟我們一樣 我們全世界都不和的 哈哈哈哈 我們不是全世界 我們是兩個 我只是和霍哥蠔不和 所以其實就真的沒有不和的 沒有啊 沒有啊 OK 那我們繼續下一個問題 加入了娛樂圈 想問娛樂圈有沒有令你很深刻的東西 即是好那方面 或者不好那方面 我覺得最深刻的 其中一件事就是 做了一個訪問 過了一陣子 你突然跟我說 所有的訪問都不和 然後再做歌 但是因為 我覺得她是一個很好的男生 她也請了我吃飯 所以我覺得 這件事很難忘 說我的話 她是肥仔嘛 不是的 她是飄的 OK 所以這件事 你覺得是好那方面 還是不好那方面 好的方面 絕對是 明白 那有沒有一些不好的地方 呃 沒有啊 呃 我怕你又不讓我吃雪糕 哈哈哈哈 這個很可憐的 大哥 我很喜歡吃的嘛 很有趣的 阿卡 阿卡一吃雪糕 她就會投降 她會投降 然後看到 但我看到她之後 就會做運動 然後也很好 一句也是一次的 我希望不會爆你糟糕 已經爆了 我這幾個人都坐在那裡 一句一次 什麼 我平時叫她做運動 不不怕 其實你都做那麼充滿 哈哈哈哈 我這些身形都還在吃雪糕 阿卡 我覺得不怕的 真的不怕 謝謝你為我求情 OK 我們下一個問題 這個觀眾就問你 覺得你畫畫的畫工很厲害 有沒有想過會幫人家紋身 有啊 我真的有想過 因為我拍過一個戲 我有一個角色是紋身師 其實我自己很想試試開一間紋身店 是我自己用我的畫去幫人紋身 那些畫就貼出來 他們選擇1號的 那1號我就擦了它 因為我想我一幅畫 就只問我一個人 不會重複 那真的有很多不同的粉絲 他們會問我 阿卡 我可不可以 你幫我去紋身 但我暫時是拒絕的 因為有些簡直是問我的樣子 我說你再大一個 你想清楚吧 或者你可以建議她去紋我的樣子 哈哈哈哈 那她女朋友就不會有問題的 那就是我從這一刻開始 1號就是家紋的樣子 對 接著2號就是我的腳 我覺得很開心 由阿卡去親手畫我的樣子 在一位觀眾上 下一個問題就是 有沒有可能可以收藏到你的畫作 有可能 因為我現在已經準備了一本畫冊 就是把之前畫展的畫 可以印上去 還有一些磚欄 其他by project 的作品 都會印上去 那希望可以給大家 有一個收藏的記念 那大家可能看完畫冊 看看有沒有一些對的 可能留下之後 叫阿卡幫你紋身紋禮之類的 那我們再下一個問題 會不會分享一下 你人生的一些低潮時期 有一陣子 我記得那陣子就是 沒有了唱片公司 然後我們SG5的去向都不一樣 那陣子我婆婆過了身 還有我爸爸 那時候剛剛發現了 他有一個長期的病患 那陣子真的很低落 然後睡不著 經常都在廳內走 但是會過去的 因為現在所有事情都可以了 我看現在都很不錯 聽說你最近又出了一首新歌 是不是 對啊 我的新歌叫Fearless 聽說這首歌是關於恐懼 就是說人生有不同的時段的挫折 那些荒謬又殘酷的事實 總是沒有辦法一時之間得到答案 你敢不敢勇於去面對呢 是不是這樣 你是不是背了我給你那一段東西 不是 YouTube 也有 我人生格然來 我早點問在身上 我打算這些 找你幫我問 因為我要找一些豬皮來練習 我就是了 我這塊已經是豬皮了 我們回來 可能很多你當下覺得是很差的情況 但過去其實是一個令你成長的過程 我覺得不需要打破我的恐懼 我想說的就是你可以擁抱它 你的人生才完整 那你有沒有什麼以前恐懼的事 我也想知道 你最恐懼的是什麼 鬼 我怕鬼 是的 我希望有鬼 但我不想看到他們 我也是 為什麼你這麼希望有鬼 因為如果有鬼就證明 我就算真的不幸地離開了 是不是 我也是有這個想法 我不想你一個人死了 就真的什麼都沒有 所以有鬼其實是好事 可能最主要原因是 你那時候還沒有這首新歌 可能我現在聽完之後 我應該都可以真的去靈探之類的 是不是真的 我開過Youtube頻道 然後我就邀請你去靈探 你不要剪掉這段 我們又招了一個手指 我會剪掉 你到時通過關 我們一起去靈探 然後你在旁邊唱這首 Fearless 這個約定 大家各位觀眾 我會結帳的 今天觀眾的問題都問了 再次感謝Akka 接受我們的訪問 各位觀眾 記得去Akka的YouTube頻道 你搜尋 AKA趙偉山 就會找到 今天就差不多了 謝謝大家 謝謝 記得支持Akka 和她的新歌 新MV去看看好不好 多謝大家 多謝Akka 再見 拜拜 拜拜